嗨,我是小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久没有在玩YouTube了 今天呢,我是想做我自己本身的宵夜 现在已经快要9点,刚刚看的新闻 所以现在我准备了一个汉堡 OK,这个汉堡 然后我准备了一粒鸡蛋 这个,比较方便的 然后,盐味精 因为我太远,距离我的厨房太远 所以我这样放进去 它有一条,满绳的 然后,没有其他的 然后,我准备了番茄酱 sauce tomato 还有辣椒酱 至于,mayonis通常做汉堡会有用到 只是,我没有用,我家也没有 然后,沙拉酱我也没有 所以,就纯粹这样子而已 好,首先我要把这个切小片 这样子,我会比较容易折,折起来 好,我先切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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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简单 我认为,之前呢,我有做过 只是,上次做,我是一个人做,然后我没有拍食品 所以,这个,我先把鸡蛋弄好了先 反正我也肚子饿,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汉堡用完 不然呢,会浪费,然后它会发霉 哦 拿纸巾,拿纸巾,等一下 拿纸巾,拿纸巾,拿纸巾 我纸巾咧 酱 纸巾,纸巾,纸巾 纸巾我的 纸巾 这个 啊 现在呢,我把它换它的蛋 那需 eyeliner 你擀 м维 这个 哦,之前我试过一次 这个汉堡呢,必须要去 冰箱里冷冻的时候呢 不是冷冻啦,就是冷藏的时候呢 才可以比较容易切 如果是普通这样子的话呢 除了你刀很努力啦 不然你是很难切一半 这样子呢,它会比较容易切 就算你的包不离 你依然很容易切 功夫也不大 好,现在我要把所有东西拿去后面 然后清理我地板上的那些鸡蛋 够 好,待会见 好,现在我进来到厨房 这个是鸡蛋,这个是锅 然后,我是打算把这个鸡蛋 这个先拿去,剪了之后再放鸡蛋 然后弄好之后,放在碗里 然后才去烤这个汉堡 嗯,大概就这样子 嗯,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弄一下子而已 因为要避免扫焦 我赶紧 这可以翻了吧 唉 不能够 我就用刚才剩下的油 放汉堡 还有这个 上去 而这个我是放三角形 类似三角形的形状 等一下比较容易放进汉堡里面 这个可能要待一等时间 看你的火候 如果火候比较小 就会比较 不会太焦 但是如果你火候很大的话 就比较容易焦 再剩一点就大概都是好了 现在我尝试摆盘 摆盘我就使用了这个 蚝蚝酱还有比较后面一点的就是胡椒粉 其实做就是普通的贴贴贴上去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是夜宵也不能尝试要求花样 然后也不能向外面这样子比较浮夸 因为毕竟是自己土吃运步子里面 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 其实这个很容易做 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第一它方便 第二它容易买到食材 如果你有或者是家里有 麻油尼斯或者是沙拉油啊沙拉酱啊这些更好 如果你有牛油也是更好 因为这个会加汉堡 它的味道会更上一层了 然后基本上如果是这种最简单的 只要辣椒酱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家有更多的也是可以用 也可以吃啊 我觉得宵夜应该不需要太复杂 除了你出去吃宵夜那时候别另当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只是纯粹在家里 当然是你要方便 这个我觉得拉来回回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用好了 基本上不需要用上很长的时间 非常简单非常容易 然后我也喜欢吃这是重点 其实你要添加菜啊之类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菜 所以我觉得菜就免了 这个对我来讲已经很足够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OK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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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i麵 押押 薄薄薄薄薄薄 чуть 膨涼 鑼 油 皿 薄薄薄薄 萝 anderer